3点48分 普京总统的车队来到了少林寺山门外 换上稍带点休闲味道服装的普京总统走出车门 在河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 省长李承玉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刘古昌 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克的陪同下 踏上了一直延伸向山门的红地毯 为迎接贵宾 少林寺当天排出最隆重的礼仪 少林寺方丈施永信 身披袈裟 亲自出营 礼件完毕后 试永信方丈开始向普京总统 写说亲康熙皇帝亲书的 少林寺三字典和的由来 随后普京一行来到了少林寺最具特色的 皇帝松岳少林寺碑 即俗称的李世民碑前 碑上记载了十三棍僧旧堂王的传奇故事 他遵循少林寺 少林寺自己有武装 可以有自己的武装 有五百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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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普京在少林寺第一个长时间停留的地方 少林武僧们向普京总统展示了掌机杀带 纸杀锅等练功方法 此前大家纷纷猜测 普京也许会和少林僧人过过招 但也许是出于安全考虑 普京最终并没有一时伸手 表演完毕 普京亲切地拍了拍一位武僧的肩膀 含蓄地表达了给大家的称赞 他要走之恋为反骨 普京又回转身走到五僧门中间 礼貌地再次表示感谢 在首次对外开放的宗禅堂 普京在这里观摩众僧修行物禅 每天在思考 我们的人什么地方来 将来要到什么地方去 在参观的最后 包括少林武僧总教头在内的 五十多名武僧的武术表演 将普京的这次访问推向高潮 在长达五十分钟的少林武术表演中 武僧们一口气向普京表演了 八段锦 地躺拳 少林剑 罗汉拳 二指禅 等二十多项少林绝技 户外运动在大学时期 就曾经荣获桑博士摔跤冠军 并获得过列宁格勒柔道冠军的普京 看得特别专注 在每段表演结束后 他都率先鼓掌 表演结束后 普京还走到武僧们中间 他非常高兴地称赞说 少林功夫真精彩 这个时候 普京出人意料地 一把抱起表演朝天灯的 八度小大力四小伙伴 将他高高扛在股间上 与众武僧们一起留下了一张和家欢 下午五点二十五分 普京一行在徐光春 李承玉等陪同下走出少林寺 这时中央电视台一位女记者 提出要采访普京 有意思的是可能是语言沟通等原因 普京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 而是主动与他合了个影 初春的夕阳 写洒在少林这座千年古刹的山门上 探寻了禅宗祖廷的博大精深 触摸了中国功夫之源的武学真谛 品味了魅力独具的少林文化 感受了中原人民的热诚友善 普京总统微笑着踏上归城 昨天下午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圆满结束对河南郑州的参观访问 在登机前 普京总统接受了本台记者的独家传访 我印象非常好 而且我确信 因为沙оллин 沙оллин 沙оллин 入棍